马塔独中两元,路透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,英朝第十九轮,狐狸莱斯特城坐镇王权球场,King Powell Stadium挑战慢连,上半场莱斯特城率先靠着瓦迪,Jamie Hoddy的进球取得领先,随后慢连马塔,Juan Mehta独中两元,将比分反超,可惜不时阶段遭到马奎尔,Harry Magalaya顽强追平比分, 中场以2比2握手沿河,上半场第27分钟,恩迪迪,Wilfred 恩迪迪,后场长船找到马赫雷斯,Ryan Morris,得球后将球船给快速插上的瓦迪,直接推射入网,莱斯特城1比0慢连,但莱斯特城的领先优势没有太久,第40分钟,马夏尔,Anthony Marshall,左路船中置禁区,林加德,Jeff Lingard, 将球交给马塔,推射球门右侧破门,追平比分,第60分钟,慢连,获得进区外围自由球的绝佳机会,马塔不负众望,起左脚直接攻门,反超比分, 中场结束前30秒,莱斯特城展现强大韧性,边缝奥尔布莱顿,Mael Bratton,送出场传球至禁区,马奎尔摆脱防守将球踢进,压哨搬平比分,中场莱斯特城2比2,慢连,慢连总教练穆里尼奥表示, 我们没能赢下比赛,因为我们错失了绝佳的机会,我可以说是搞下班的浪费了机会,我们犯了很多错误,这本来会是一场轻松赢球的比赛。 赛后,慢连以13胜3和342级分排在英朝第二,落后榜首慢成13分,莱斯特城则排在第八位。